女人每天抽走自己医生的血 一些洒在橱柜上 剩下的全都倒在地上 并用双手画圈抹匀 为了更像犯罪现场 她还用手掌拖出两道血痕 等地板吸收过后 拿出纸巾将其擦拭干净 接着用纸巾包住铁锤 沾满盒子里的鲜血 放在壁炉里并点燃 随后掀翻沙发 将茶几摔碎在地 除此之外 她故意接近孕妇邻居 熟络后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 趁机给他们灌输 有关丈夫的家暴行为 随后弄坏抽水马桶 偷偷存储孕妇的尿液 这样就可以伪造自己怀孕的假象 她不停地刷丈夫的信用卡 买来一推奢侈品 伪造她暴富性消费 不仅如此 她在日记本上 写了300篇关于两人的记录 从热恋到家庭暴力 编造的花销虐待暴力威胁一样不少 为了看起来真实 她放进烧炉里毁掉一部分 然后放在警察能够找到的地方 还趁丈夫醉酒时 签下受益人士丈夫的高额保险 隔天 她剪短头发 换了发色 细心地把眉毛也染了 最后拿出铁锤 心一横 就这样 在给丈夫留下寻宝线索后 便驾着网上用现金买的汽车 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与此同时 丈夫接到了邻居的电话 说家中好像遭到入侵 她赶回家中 屋内一片狼藉 妻子艾米也不见踪影 此时她还不知道 这是妻子给她准备的一份大礼 见到此情 她竟有些暗息 因为两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他们都是作家 正如一般的夫妻一样 刚开始的婚后生活甜蜜依旧 但因为几年前的金融危机 双方都几乎失业 在此情况下 艾米依旧却拿出积蓄替父母还债 尼克十分不快 为此两人经常吵架 尼克整日窝在家中 不仅不找工作 还天天打游戏酗酒 为了给妻子添赌 还购买了许多奢侈品 艾米见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僵 于是便提出想要一个孩子 可尼克却不认同 用孩子来挽救婚姻 这种荒唐的说法 两人争吵之余 尼克不慎将艾米摔到扶手上 艾米一脸不可置信 他不敢相信 丈夫竟会这样对待自己 而在一个雪天 他发现尼克对婚姻不忠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艾米 让他对这个男人彻底失望 自那以后 艾米便细心策划了这场谋杀 警察接到报警很快前来 在简单的探查后 很快发现了橱柜上的血迹 接着他们将尼克带回警局 采取指纹和DNA信息 夜晚 他们再次返回尼克家中寻找线索 因为白天发现血迹是溅上去的 但高度令人有所怀疑 于是警员用发光案来扫测血迹 警员查到他们的房子车子 信用卡服务费都在艾米的名下 甚至尼克和妹妹合开的酒吧 也是艾米出资的 很快 他们便在衣柜找到一个信封 因为艾米的知名度较大 隔天就开了发布会 留下热心电话 希望会有好心人提供线索 在发布会结尾时 尼克听从记者的建议 稍稍微笑了一下 结束后警员便带着线索一早上门来 尼克说这是艾米喜欢玩的寻宝游戏 根据线索 他们来到尼克的办公室 果然找到了第二个线索 信里写着下一个地点是棕色小屋 警员随即搜查起这间办公室 一条红色的女士裤子映入眼帘 尼克有些尴尬 接着警员询问她是否知道信里的线索 尼克坦言自己不知道 第三封信 警员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很显然是跟踪她来的 尼克眼急手快 将信封偷偷藏了起来 说这是她父亲的房子 谎称自己每周都会过来一趟 然而这间屋子是蓝色的 并不是信中说的棕色屋子 警员见尼克走得匆忙 便也就此作罢 电视开始播报艾米的失踪信息 而让尼克没想到的是 当时听从记者的微微一笑 竟被拿来大作文章 尼克妹妹看到这里 也觉得尼克有事瞒着自己 她白口莫辩 便也不再说什么 当晚尼克收到一条短信 打开门 小女友直接扑进怀里 表述自己的思念之情 但尼克却吓得不行 因为艾米的失踪案 自己已经备受瞩目 如果被拍到她和小女友的画面 那将掀起更大的波澜 可尼克最终陷入小女友的温柔 行政事前还不忘关灯 隔天一早送走小女友后 还是被妹妹发现 她只好全盘拖出 将发生的情况告诉她 警员这边终于收到痕迹检验的结果 他们发现厨房的地上有大量的血迹 还根据上面的手印 推测有可能在艾米受伤后还挣扎起来 与此同时 尼克参加了祈福会 可还没讲两句 邻居就炸出一个惊天消息 尼克一脸猛 自己怎么不知道妻子怀孕了 但她很快调整好状态 在警察的掩护下离开现场 到家后 警员甩出保险和欠费单 但尼克却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此事 他怎么说警员都不相信 警员见状也不再说什么 直接离开了 他们静止来到那间蓝色小屋 发现了艾米伪造的日记本 而尼克也意识到了什么 他推开一间屋子 里面摆满了账单上的物品 他联想到在三封信一记搜出的证据 终于意识到艾米是在陷害他 尼克觉得不能坐以待毙 这样下去自己只有坐牢的份 他找到律师小黑 而小黑的办法则是调整公众对艾米的看法 他分析艾米这么熟练肯定不是第一次了 这时尼克突然想到 艾米之前的男友碰到过他 尼克前去了解 才得知当年艾米已一级强奸重罪诬告他 好在没有成功 不然等待自己的就是30年的牢狱生活 而这件事也导致他8年没有工作 尼克听到震惊了 他没想到艾米竟然如此狠 另一边 逃出来的艾米心情顺畅 他来到商场大买特买 戴上眼镜将自己装扮一番 他根据地图找到住处 接着上网搜索案件的进展 看到饱受折磨的尼克 艾米开心极了 他躺在泳池旁尽情享受 还和邻居开心地打高尔夫 可谁知 就是这开心的一蹦打 将随身携带的钱包掉了出来 艾米赶紧收起来 可还是被眼间邻居尽收眼底 隔天 邻居闯进艾米家中一顿翻头 将他的一达现金据为己有 因为他们早就发现了艾米的 眼镜发色名字都是假的 所以断定他不敢报警 被抢的艾米身无分文 很快就被赶了出来 他现在无处可去 于是他找到之前的富豪前男友 他借口说了丈夫家报 孩子也没了 现在无处可去 无奈只能找他 听到这话 前男友心疼不已 将他抱进怀里 随后 他们驱车来到别墅 别墅里应有尽有 还有很多监控 非常安全 艾米就此住了下来 得到线索尼克在和律师分析 他觉得艾米是因为发现了自己出轨策划此事的 可经验丰富的律师当即表明 如果让警方了解到这一情况 无疑又会多添一条嫌疑 还不如自己主动曝光 这样还能博得大众的同情 说干就干 他们当即开始排练采访的话术 一遍又一遍的熟悉过程 等到召开记者会时 果然流程非常顺利 于是在大家的见证下 说出如此感动的话术 尼克的行为让艾米大为震撼 他没想到尼克会出此下策 这也直接挑起了他的兴趣 艾米决定回去陪他玩 而现在要解决的麻烦便是前男友 这天早上 艾米在送他出门前故意咬破他的嘴唇 还顺势将他的造型弄乱 这一切让监控记录下来 确定前男友离开后 他赶忙用丝带绑紧小腿 将衣服沾上红酒 监控下的艾米 就像遭受了重大的痛苦一样 在前男友回来前 艾米用细绳反复勒住手腕 伪造被绑的勒痕 等他一回来艾米就热情地迎上去 这给前男友激动着不行 正当准备结束时 艾米抽出藏在枕头底下的小刀 一下就送走了他 隔天 尼克被屋外的声音吵醒 开门一看 直接愣在原地 艾米竟然满身是血地回来了 他一步一步走来 最终晕死在他的怀里 而艾米给出的解释 则是自己被前男友绑架 原本栽赃给丈夫的作案凶器 直接甩给前男友 而医生也在艾米的身体里 发现了前男友的小兄弟们 这下前男友的罪名坐视 丈夫恢复清白之身 而自己是正当防卫 与八年前的手法如出一折 可细心的警员却觉得事情有蹊跷 本想继续追问日记的细节 可艾米装作自己不舒服 警长连忙表示将他送回去 可谁也没有发现 艾米的嘴边出现了一抹笑意 回到家的尼克让艾米不要壮了 因为他知道 事实肯定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以他对艾米的了解 指定是杀了人才会满身血迹回来 见尼克如此直接 艾米也不壮了 他威胁尼克继续装作幸福夫妻 因为尼克之前的采访 他已经无路可退 如果离婚 自己就会变成真正的渣男 隔天 艾米送给他一份礼物 他真的怀孕了 原来他偷偷取出了自己冰冻的小兄弟们 尼克气急败坏 但也没办法 他只能和这个蛇蝎枕边人共度余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样的结局比生离死别更加令人悲伤 爱情有时候只是一场幻觉 一些人会享受幻觉带来的快感 一些人则会在幻觉中沉沦 而尼克和艾米在短暂的快感的激情后 留给彼此的是黑暗中的姻缘 和面具之下的残酷 尽管闹剧已经结束 但两人俨然已经不能脱下面具 就此成为了面具的奴隶